今天我要拍一拍怎么换这个插座 这个插座因为经常使用 它这个地方眼里面变得比较松了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打开以后换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你要去买这个 然后就是说把它旧的拆下来新的换上去 然后你需要这个还有螺丝刀 还有最好有一个那个电笔 然后这个很便宜几块钱 然后你看因为它现在是有电的 所以你把它插到里面 然后你看110伏的时候它就亮了 对就说明这两个插头都是有电的 所以我要先去把保险关闭掉 好现在我到门外面来看这个就是说 电源箱 一般来讲美国的电源箱都是 大致上都长这个样子吧 然后你把这个门打开以后 它里面会有一排的这个 这个闸门 它就管各种各样的东西的 然后我们那个应该是general lighting 对general lighting应该是这三个 应该是这三个 对那我就把它关闭掉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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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可以用电笔测量一下 对应该是不会亮了 看好的 好这是拆下来的样子 然后我需要把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也都拆下来 这样才能把这个盒子拿出来 好现在我两个螺丝都已经拆下来 然后我放在地上 这样两个 好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把这个 你看这个已经破坏掉了破了 有点粘住了 然后你可以把它拽出来 你可以看到背后的线 好一般来讲美国的这个插销是你看它左边这个眼要大 右边这个眼要小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字 所以你不要装反了 你看它是15A 125V 你不要装成这个样子 装反了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属于装反了的情况 所以你要正着装和它这个 原来的是一样的 左边的大 右边的小 然后它下面这个细的这个线呢 一般是D线 就相当于我这个新的插头上是绿色的 然后白色的在左边 黑线在右边 好 我现在要把它拆下来 像它这种取的方法 就是说因为它不是用螺丝的 所以就是你要把边上这个 这个地方用一个尖嘴钳子压下去 然后再把把线拔出来就可以 这个需要两个手操作 但是大体上就是说 嗯 我刚才做的就是 把这个地方用尖嘴钳子压下去 然后把这根线拔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要操作这两边 好 你看现在我就取下来了 对 这很简单 然后 就把这个 对应的这个新的 就这样装上去就好了 OK 这个是用螺丝的 然后就上在两边 把它凝成一个圈 然后用螺丝 泡进去 一转就好 好你看 因为我需要用这个 把它放在这个螺丝的这个边上 所以你看我把它 呃 线的头子上面都把它 弄弯了 这样就是说它可以很容易的挂在那个螺丝上 然后再用旗子把它拧紧就好 哦 还有一点我忘了说 就是说 因为一般的螺丝都是 嗯 顺时针方向往里转 会拧紧 所以当你挂这个钩的时候 你要挂的也是这样 就是说 从这个方向这样挂钩 就是说 嗯 顺时针方向挂钩 好了 基本上两边的线呢 我都已经装好了 啊 然后剩下的就是 啊 把这个螺丝和这个螺丝 对准后面的那个孔 然后把它拧进去就好了 好 那基本上就是说把它已经拧进去了 在拧的过程当中 你注意调一下上下的位置 均匀的两边就是同时拧 然后把它贴合的比较好 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盖子啊 这样把它一扣 对 好了 这个就修好了 很快的 几分钟就好 当时颜色 忘了买成黄颜色的 结果里面是白的 外面是黄的 我没关系了 好 接着换下一个